全油管最快新闻一期家报道 小米创始人雷军在微博中回应了网友 对小米汽车苏西定价的问题 他表示会在测试结束后做决策 强调质量是首要考虑因素 此前雷军透露小米汽车首款车型定价可能较高 不仅取消了之前的定价传言 还表示定价相当于豪车 雷军还谈到了小米汽车的目标 希望通过15到20年的努力 成为全球前五汽车厂商 另外雷军还发起了一个网友投票 目前奥迪阿尔路获得的票数最多 以此加将继续关注该事件的进展 订阅新闻急速的最先知小天下士